大家好,3月16号下午2点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 升到0.25%到0.5%区间 为18年12月来首次加息,美国加息了 符合市场预期,此举是只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 逐步解决不断上升的通胀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0的水平 现决定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25个基点 这将使利率处于0.25%到5%区间 此举将与最优利率的上调相互影 并立即推高许多形式的消费者借贷和信贷的融资成本 美国媒体报道,除加息以外 该委员会还计划在今年剩下的6次会议上调利率 预计年底前基金利率的共识是1.9% 该委员会预计2023年还会有6次加息 接下来的一年则不会加息 此次上调利率只有一个人表示反对 是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 他希望加息50个基点 美联储的现在16名的委员中 有10亿人预计到2023年年底 联邦基金利率将高于2.4%的中性利率 截止2022年底利率是1.9% 23年底利率是2.8% 预计2022年美联储将加息7次 该委员会上一次加息是在18年的12月 美国的FOMC在会后声明中表示 他还预计在目标区间内继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针对美联储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声明称此外 委员会预计将开始减持美国国债 和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在此次加息的同时 委员会成员还上调了对今年年底 之前加息的预期 并调整了对通胀失业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 衡量的整体经济增长预期 通胀预期方面 美联储预计2022年到23年的通胀预期 分别是4.3%、2.7% 2022年到2024年核心PCE通胀预期 中值分别是4.1%、2.6%和2.3% 此前预期分别是2.7%、2.3% 和2.1%、GDP增速方面 2022年到2024年GDP增速预期中值 分别是2.8%、2.2%和2%、1.8% 此前预期是4%、2.2%、2%和1.8% 美联储加息削的落地之后 美元指数短线上扬35个点 美联储加息削的落地 美股三大股指短线走低 道琼斯指数短线跳水 日内跳了300点 选择有涨转跌 此前道指一度涨幅达到1.5% 纳斯达克指数涨幅也是收窄 不足1.2% 标普500指数涨幅收窄至0.4% 纳斯达克100指数触及盘中的低点 大家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也推高了国际油价 美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以这次加息 我觉得也是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危机的结果 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美联储曾经大幅削减联邦击准利率 应对政府关门的局面 美国政府关门将导致 美国经济金融市场陷入瘫痪 2200万美国人失业 美国现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 财政和货币刺激 超过10万亿美元 印了超过10万亿美元 再加上大通胀 同时出现 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很魔幻 一方面大量的印钱 另一方面国际的大宗商品 有猛涨 大家知道乌克兰这个危机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 推高国际油价 实际之前 美国的国内物价就上涨了 是什么 是供应链危机 就是疫情结束以后 大量的人员需求 需要物品和物流 供应链之间出现矛盾 达不到平衡以后 物价自然就上涨 再加上现在国际油价 大宗商品也涨价 所以整个推高了美国通胀压力 你看美国印了超过10万亿美元 国际的大通胀压力又大大增强 所以现在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是巨大考验 对美国来说也是巨大考验 这是史无前例 我告诉大家 这是人类历史上真的 这今年真的看到很多人 历史上很少发生的事 美国二月份的物价 叫上年同期 上涨7.9% 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字 所以我在美国呢 切身感受也是啊 这个整体上的物价 特别油价 特别油价 我还到那个超市 这个北美超市 给大家还做个节目 看了一下 整体的物价上涨的非常大 这个辅助老百姓啊 就我了解美国老百姓 光这个油价开支 光这个汽油 大家知道美国 你要没有汽车 不开汽车 是不可能胜活的 所以在美国这个油价 这个支出成本巨大 现在 所以一直是这个消费者的负担啊 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 包括商品服务 实际上能源是最大的负担 汽油价格12月内上涨了38% 你可以想象这个美国 现在整个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那现在我了解呢 除了这个汽油价格上涨 服装价格在疫情初啊 曾经大幅下跌 但过了一年又上涨了6.6% 服装价格也在上涨 汽车维修费用上涨了6.3% 机票价格上涨了12.7% 现在这个你想 你想坐飞机必须涨价 住房租金 占CPI的近三分之一 同比上涨了4.8% 在美国房租也上涨 在美国整个就是涨 通胀 另外印钱 你想这个在美国现在真的很魔幻啊 但这美联储现在计划呢 通胀目标是2%啊 但实际你看美国这个上涨的数字 都超过2% 所以说现在来看呢 美联储这个通胀目标 所以就能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啊 那美国现在的这个应对通胀的方法呢 实际推高了通胀啊 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 也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 这个非常像什么呢 像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个石油禁运 当时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 当时美国的国内通胀啊 达到了15%的峰值啊 那当时美联储的主席呢 沃尔克 保罗沃尔克 他这个领导的美联储将利率提高到 导致经济陷入危机 陷入衰退的程度 基金利益超过19% 你可以想象 那未来的美联储会不会重蹈 保罗沃尔克 重蹈他这19%的基金利率 现在很难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美国的经济就陷入衰退了 所以我说这个对美国来说 也是巨大的考验 很多人现在认为 这美国是胜利者啊 俄罗斯是吧 陷入战争的海洋 陷入和乌克兰这个冲突之中 无法自拔 但是美国实际上陷入更大的矛盾 它的经济 美国是选择 经济上陷入长期的衰退 还是选择站在乌克兰这边 我觉得值得美国的领导人思考 现在来说呢 整个世界呢 正处于一片混沌之中 这也是考验各大国领导人 我觉得是考验各大国领导人的时刻 现在看呢 乌克兰这场战争啊 不光在考验俄罗斯 也在考验美国 这场战争的持续啊 国际能源价格的这个持续的高涨 也是在考验美国 考验美国的整体的经济啊 所以你说普京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 发动这个战争 他背后也是有逻辑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也是掐得非常准 掐得你美国最痛的时候 所以现在我觉得拜登也好 美国领导人也好 正在权衡利弊 所以这是一场好戏啊 这真的是考验美国和俄罗斯 两国领导人的智慧的时候 那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也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啊 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啊 未来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